921大地震 到现在为止 离岸人数已经高达了2146人 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 南投极极发生规模7.3大地震 四天过去了 台北松山兵环的搜救行动 还持续在进行 台北市震度4到5级 造成地上12层的东西大楼 从6楼崩塌倾倒 是台北市灾情最严重的地点 化家陈建华仰望重建后的东西大楼 他是罹难者家属 24年前地震当晚 他出差在外 接到倒塌消息赶回来 只见断源残笔 我们原来住了三楼 我已经看不到 大概经过12个钟头 找到我妈立正倒塌之后 马上一场大火 他跟我弟弟都是熔岩呛死的 沿着棋楼往后走 当时住户们聚集在后方空地 等待亲人获救的奇迹 此处也是陈建华和邻居 组成自救会的地点 这个不是单纯的天灾 为什么镇央在中部 单单就台北市只有东西大楼 一定第一个时间是要找建商出来 负车 那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也只有政府单位能够协助 结果搞到半天 在那边推头来 我们当然要成立自救会 受在当时东西大楼 屋林约15年 台北市土木济师工会 鉴定发现 倒塌的主因是各楼层 顶楼乌凸重量错估 结构建材不合规定 强度不足 也就是设计和施工两阶段 全都违规 鉴定报告其实也有显示说 它的这个简历 枯金部分也是有不足的现象 所以先天上法规的要求不足 设计也有缺失 那第二第三个就是说 到了施工阶段 到施工阶段 你看你有没有去落实 你的设计图 比如说你的弯钩 这些等等 那个时候时空背景 可能都不足 早期的这个建筑文化 常常 政府职管机关来检查 常常不是在现场检查 有的到酒家去检查 所以这该检查不检查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你没有依照建筑法34条 做这个设计的检查 你也没有依照56条做现场的勘验 都看得出来的 这个我们认为是政府的重大失职 依照建筑法第34条 起造人应提供建筑物工程图样及说明书 让地方主管机关审查鉴定 才能取得建造 但东兴大楼设计图却出现错误 建筑法第56条建筑工程中必须勘验部分 应由地方主管机关指定由承造人 会统监造人按时申报后方得继续施工 但是当年并未落实执行 缠纵14年后台北市府因此招判国赔4.8亿元 最后以1.2亿元和解 本来那时候市政府的规定就是 如果和解 那时候台北市政府国赔的基准 大概是100到120万 本来快要谈成了 结果那时候市政府的审议委员会 一些专家 腐外专家不同意 所以我们那时候提国家赔偿之后 反而判三倍的赔偿 东兴大楼在921大地震时 当时有87位民众不幸罹难 负责设计 还有新建东兴大楼的建商 遭到检方以业务过失致死提起公诉 营造公司的董事长跟建筑师 目前已经潜逃到海外 由法院发布通緝令 另一方面 住户也对建商展开索赔诉讼 2014年承包商红固营造 判赔3.3亿元 但公司资产不足 受灾户求偿无门 而建商红尘建设 早在建案完成后已经解散 关系企业红国集团则因证据不足 无法证明关联而败诉 当初订约的名义不是红国 是红尘跟红固 那你要把另外一个没有订约 你认为还有关系 你要把它拉进来 你要证明得很清楚 那我们那时候证据可能不够充分 所以红国那一块我们就输了 台北市新庄一座大楼市社区 建商以天灾不负责的理由 并不见面 嘉义县民雄乡社区住户 到嘉义地检署控告建商 有偷工减料之嫌 1999年921地震 动摇台湾建筑安全 许多施工不佳的大楼灾后现行 新北市新庄倒塌的博士的家 被查出违规借牌 而台北市东兴大楼 则疑似是一案公司 揭露建筑界乱象 透过921那些审判之后 我看很多法院把那些 借牌的建筑师 还有营造厂都重判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不要找那个一案公司 因为他A公司盖完了 他可能A公司就不见了 那你是要告这个集团 他是要告A公司 就会产生这个困扰 红国那时候有可能是这样 而后2016年 高雄美农地震建筑法规 再先改革呼声 2018年内政部提出建筑法修正草案 引进第三方公正单位 进行设计审查 施工勘验和竣工查验 却在立法院卡关 时至今日仍未见法案进展 一定规模上 你要去做所谓的结构外审 或是做施工勘验 但是你的施工计划 只有为什么双北台中 有去执行施工计划审查 但是全国没有实施 所以你应该是中央法规 你应该要去推说 落实施工 如今陈建华在创作中 仍流露深深思念 经历灾后的诉讼风波 他内心感慨 更希望伤痛的经验 能够画下句点 台湾走过一次又一次災难经验 历史之商不可遗忘 才有望终结伤害